他的这种佛行事业以及他留给后人的法脉传承 丝毫不会影响他对藏传佛教的这种贡献 和他在藏传佛教当中的地位 直到后来呢 藏传佛教能够根基稳固 兴盛发展 并且广传也都和阿底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纠结他本人的性格和为人 当然了 他本来就心地善良 然后呢 加上他对这个菩提心的羞耻 可以说他的这个慈悲 以及菩提心的这个教授 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藏族人 可以说是流进了藏族人的血液里 千百年来呢 就算是那些在藏地不识字 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 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老人家们 也都能够心怀众生 时时刻刻为了一切如母有情 而去不断地去祈祷和祝福 他们对所有生命的这种尊敬善意 这种发自内心最深处的 无限广大的慈悲心 我想很大程度上 都是来自求解的影响和 他留给藏族人的无限的加持 如果说藏传佛教的这个前红旗 有祈福大师和莲花圣大师这样的大德 那么可以说 阿里夏尊者就是后红旗的奠基人和里程碑式的导师 虽然他没有像莲师一样 展示种种的神通变化 但是他的慈悲善良调柔智慧和海纳百川的这种胸襟 又是另一种不可思议的视线 也是这个世界上万劫难遇的一位大师 同时也是值得我们生生世世去学习的典范 如果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见不到文殊菩萨或者观音菩萨 等等这些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菩萨 那么我想可以这么说 阿底夏尊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观音菩萨活生生的一个化现 其实观音菩萨是谁 他并不一定是一个特定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神 实际上他真正的意义是菩提心的化现 或者说是把菩提心人像化了而已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的这个心念完全就是菩提心的话 那他就是观音菩萨本人 如果每一个人都升起了菩提心 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本人 如果说有一个人只是在某一瞬间升起了菩提心 那么那一瞬间他就是观音菩萨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阿底夏尊者 他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展示出一个 现实生活中的热腾腾的菩提心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菩提心并非远在天边 它可以就站在我们面前 它也可以完全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当中 所以说菩提心并不是一种理论或者书中的一种道理 它是一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升起的心 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人生的准则 也可以成为我们每天活着的一种心态和思想观念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 往昔不同的这些大德 他们的这种性格和作风 并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他们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展示给我们佛法的真意和修行的要领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一直看到这些大德们 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这种慈悲和那些身体力行的教导 那么我们哪怕是仅仅学到了一点点 我想都会终生受用 甚至因此而有所成就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再多讲一些阿里夏尊者的故事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 今天呢已经说了很多了 我自己也很累了 所以就先讲到这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波账号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护持印证经书 佛书经翻结缘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生命当中有生灭 有生老病死的东西 也有不生老病死的东西 但是我们天天就活在 就流浪生死 苦海无边 就是我们的生命 就一直就沉浮在这个生死的状态里 就没有去研究过 那个不生不死的这个课题 偏谈一间什么 叫直牢义相 这代表什么 我愿意沉耻 我愿意来 依教 能三叶相应与佛的话 这是很快速 我们与佛相应的 心心相应的一个过程 我们下面给大家播一个文殊菩萨的小视频 文殊菩萨 亦为妙德 妙吉祥 又称如同文殊菩萨 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文殊菩萨为智慧之象征 故称为大智文殊施力菩萨 身子金色 形如童子 武技观奇相 右手持金刚宝剑 表智能之力 能斩群魔 断一切众生之烦恼 左手持青莲花 花上有金刚般若金卷宝 象征所具无上智慧 坐骑为狮子 表智能威猛 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 同为释迦牟尼佛左右类式 式称华严三圣 印化道场为山西五台山 文殊菩萨是过去式 无量诸佛之师 未来当成佛者 也都是文殊菩萨 微神力所致 佛的无量威德 大愿功德 这也只有文殊菩萨 能够来起呀 来起教 向佛来清转 演说 所以这个大智 能够打开光明之门 所以 钥匙的流离光 本愿功德 能够来起教的 是大智文殊 所以这代表着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要修行 为什么要文思呢 因为文思可以启迪智慧 有了智慧 就是这个理性 产生一种理性的德功德 有时候说 就是夫人之人 便及天下便是圣人之人 这句话我们好像背教科书一样的 背了多少年 但是夫人之人和圣人之人的区别到底在哪 夫人之人虽然很本然 但是他没有 没有形成理论性 没有形成一种理性的 作为这个人性当中 这些人是有的 就像我们讲的佛性一样 但是这个佛性如果不去 不去研究 不去审视 不去保护他的话 他也会显现不出他的这个 所以佛教里面常常比喻的 就像金矿一样 如果你对金子没感觉 你就不会对那个金矿有感觉 你要想哦 这是金矿 哦 你对黄金你有概念 你会把金矿你都当成宝贝一样 你也会想方设法去提炼它 把矿里面的金子提炼出来 总是你不提炼你对金矿 你不会把它当成废石头丢掉的 但是我们因为对自己的佛性 你也不知道佛性好在哪儿 所以往往对我们自己的佛性 也不去研究 也不知道我们生命里属性 到底哪个属性是佛性 不仅不知道宝贵它 尊重它 甚至还把那些 其他的来奴役我们的佛性 把它埋葬在这个垃圾堆里面 所以我刚跟师父学佛的时候 师父这样提醒我 他说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像在垃圾堆里找宝贝 听经福音法也是这样 处处拿个如意 回光返照 复光返照 比划一下 然后讲啊讲啊 讲这三天 处处都不离那个佛性的 不离那个佛性的 也就是密集型的培养 我们认知佛性的过程 平时有可能你一辈子 这个一百年 也不会去探讨这个话题 因为就这个佛性才能够 它的属性是不生不灭法 我师父说 拿摩阿弥陀佛是什么 拿摩阿弥陀佛就是不生不灭法 拿摩如我皈依 那什么是不生不灭法 就是佛性 每个人都有的 我们生命当中有生灭 有生老病死的东西 也有不生老病死的东西 但是我们天天就活在 流浪生死 苦海无边 就是我们的生命 就一直就沉浮在 这个生死的状态里 就没有去研究过 那个不生不死的这个课题 所以对于到极乐世界 到流离世界的人来说 威风许来 珠宝行树 出微妙音 皆神念佛念法念生之心 种种的色相 音声 都让我们生起念佛念法之心 那就是极乐世界 佛国的那个 佛国的主业就是佛 那我们这个呢 我们娑婆世界呢 主业就是生死 那我们怎么扭转这个命运 怎么扭转这个大病 生死大病 所以文法能够开智慧啊 能开智慧好了 一切诸佛之门禁都能打开 但是这里面怎么样 你看文书菩萨 怎么跟我们表发的 成佛为神 请问我们来听经文法 我们今天能坐到这里 是不是成佛为神啊 也是成佛为神啊 所有的一切 从物体 从物理的空间 到精神的 到我们能坐到这里 吃饭的时候 你看下面那个大灾堂 大不大 一千多人同时吃饭 这是不是成佛为神啊 所以我们能够听经文法 能文思修 也是成佛为神啊 像前两天也是 有一个老板到我这里 他自己就说 他说我很有佛缘 他说我很有佛缘 我就跟他讲 我说不是你有佛缘 是佛给你缘 我这样讲 你们能听懂吗 他不知道 他认为我很有缘 和佛给我缘 他的微妙区别在于什么地方 我们在座的也要去体验 这句话到底的区别在哪里 你如果真的意识到 是佛为了拯救我 一次一次给我制造因缘 那你就会去珍惜啊 你不仅不会傲慢啊 你还会生起惭愧心啊 我何德何能啊 伟大的佛陀 要垂直来救我 这一个不是人的人啊 就会心生惭愧啊 就会对每一次佛给的缘 都珍惜而珍惜啊 低髓之恩 涌泉响报啊 如果你没有觉得 这个是佛给我的缘 你就觉得我有佛缘 你就会傲慢 给你再多的缘 这个泉水涌进去 都沉入沙漠啊 这里面区别很大的 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 也是希望大家 真的能懂这个意思 真的懂这个意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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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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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说 李宗盛 说我归宗盛 他说 李宗盛 李宗盛 让你的身体干净一点 让你的身体干净一点 我才跟你归宇 所以他这个是好嘞 他这个归宇可是不容易 所以归宇的之后还特别虔诚 这次见面的时候 其中我就跟他讲 我说归宇啊 用科学的说法 就是建立量子纠缠关系 南无佛 南无耀师佛 你就跟耀师佛建立了量子纠缠关系了 对不对 所以文书菩萨说 请佛陀啊 您来说 如是向类诸佛名号 基本大愿书菩萨说 如果佛陀的经口来说 佛陀的这些功德 本愿 项类 名号 请问 这是不是超导体啊 佛陀是不是超越时空的呀 就是超导啊 这是 谢谢 谢谢 谢谢